美军多艘航母逼近波斯湾,伊朗做好击落准备。 专家,是战争的幸好,美国防长敢公开宣称并没有推翻伊朗协认政权的打算,也没有军事打击伊朗的计划。 可是美军的表态,并没有减轻外界的担忧,因为美军的这种表态到底有多大可协认程度确实不得而知。 其实美防长在做放弃军事打击伊朗宣言的同时,美军一直没有放弃向波斯湾等相关海域奔兵的打算。 据悉美军已经将大量炸弹运到了伊朗周边的一些军事基地,并且在三个航母战斗群,在波斯湾附近活动的前提下,又增派了三艘准航母携带以身接载机F-35,前往波斯湾等相关海域执行任务。 毫无疑问,美军已经针对伊朗形成了多艘航母,大兵压境的战争氛围。 额维新网报道,美国杜鲁门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,已经做好了随时穿过苏伊士运河增援波斯湾的准备。 另外一美国海军第五舰队,为核心的几十艘军舰正在波斯湾、阿拉伯哈等地区部署,已经控制为伊朗和外部联系的海上通道,随时能够进行封锁作战。 更没关键的是这几十艘军舰满载导弹和各型舰载机,美军方胜程,阿联酋雾带德空军基地等军事基地,部署的F-2艾蒙前隐形战机等也可以随时支援。 据法新社透露,这次美军的神秘飞机,就是RQ-4全球鹰大型无人侦察机,也是美军的唯一一款战略无人侦察机。 公开资料可知这款无人机长度为13.5米,高度为4.6米,翼展达到35.4米,超过了波音737克机,能够连续飞行41个小时。 最大航程高达25950公里,最大体肥重量为11.6多,升线接近2万米。 这款无人机能够对14万平方公里的地区进行精确侦察,只需要一个两架全球鹰无人机,就能对伊朗质量的中等国家进行监视。 虽然这款无人机没有进入伊朗领空,但是其沿着波斯湾,就能侦察伊朗境内的大部分目标。 这也是伊朗紧张的原因,虽说美军这次应该很难会和伊朗打起来,但是它的中东的军设力量不足,还是具有很强的威慑力。 据有关消息,美军表示,不久后将在中东增排B2战略轰炸机,以提高当地美军的战斗力水平。 B2战略轰炸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实现首飞,之后已经十年的改进和多次试验终于服役。 这款轰炸机设计的初衷,就是立足于大规模的核战争。 依靠自身强大的隐身性能和远航能力深入对方的国土作深,打掉其重要的军事指挥中心和战略武器设备。 到目前为止,B2共制造出21架,十年前由故障问题坠毁一架,还剩20架。 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针对伊朗进行了渗透破坏,企图通过激化伊朗内部矛盾,达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。 不过伊朗军方已经通过多种手段,击溃了渗透进来的武装力量,并且稳定了国内局势。 伊朗世界报指出,美军主动放弃军师打击威胁,并且取消针对伊朗自由封锁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。 不然伊朗就会抗争到底,光脚的不怕穿鞋的,就算与死网破伊朗也不怕。 对此,你怎么看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